除了这些 袁洪平还有一个 我认为严重涉嫌这个编造 就是他在海外 说当年 他跟现在的中华人民国国 现任国家总理李克强 喝过酒 吃个饭打起来了 他用碗呢用什么砸了这个李克强 李克强什么什么头上的伤疤 就是他造成的 我严重质疑 为什么 这个袁洪平说了 不是他跟李克强两个人 七八个同学 那请袁洪平你给我拿出来一个人 七八个人 哪个人可以证实这件事 那七八个同学不会都死了吧 不会都死光了吧 袁洪平面对质疑 他说了有一个人可以证实 谁 薄熙来的 现在已经疯了的 被关在监狱的谷开来 他说谷开来在现场 他可以证实 那你专门找了一个抓起来的 而且已经疯掉的 大家随意采访不到的 没法核实的 你说袁洪平不等于是回避质问吗 我就严重质疑他造假呀 如果不是假 你真的 你拿出一个自由的人呢 你不说七八个同学吗 你为什么就专找一个谷开来呀 你知道谷开来没法说话呀 如果你这种东西可以存在 那我明天说了 我曹上青是跟毛泽东同一同一天同一个月出生的 只剩了六十年一个甲子 我当年跟袁洪平跟毛泽东一起吃过饭 我听个毛泽东那个胡说八道 我拿起插钢子 把这个毛泽东脑袋砍了一下 砸了一下 毛泽东后脑勺有个疤是我造成的 那你袁洪平大家问了 那曹上青你有什么证人呢 我有文强看到了 文强在场 文强在哪儿啊 毕了 死了 那这逼了死了不行啊 还有一个人在场 谁 薄熙来 在哪儿呢 监狱里头 可以这么说话吗 你拿出个大活人呢 你得拿出一个现在自由人呢 你就拿这些监狱的死了的 那能行吗 能说服人吗 能让人信服吗 都不能 你为什么不拿出大活人 自由人 你拿不出来 为什么拿不出来 你那个我认为就是编造的 不然袁议长 袁长峰 你给我拿出来一个现在自由人 你那七八个同学 哪一个你给我拿出来 让他们来证实 那个是你砸的 如果这是你编造的 什么性质的问题 从那个中共中央文件啊 什么习近平表情啊 在地下室啊 到现在你这个什么砸李克强啊 为什么你说李克强 不是当官了吗 大官了吗 你用这个说明你当年是 你有来历啊 你有来头啊 你有精力啊 你跟中共现在掌权者有关系啊 你不在玩这个吗 真实吗 袁议长 晚上睡觉之前拍摆自己胸脯 这是真的吗